小阿线,你要去哪里? 师尊,熬药。 哎,嘿嘿嘿,好,那你别走,我在里面等着你,我下次不那么晚睡觉了。 嗯,听着蓝若涵有些着急的声音,似乎有些害怕魏英就此离开,但是,蓝若涵似乎若有所感,一样地抬起头,看到魏无羡慢慢走出去的那一个,不经意之间想要跟过去, 但是看到魏无羡的眼神的那一瞬间,瞬间止住的脚步,不,然后还有些呆呆地点了点头,在原地站了站,还是没有回到床探的位置,人是在那里站着,似乎在等着什么人,哪怕路过的弟子看到他的动作的那一个,也并没有问什么,只是行了行礼,你做什么?等着小阿线回来。 蓝若涵一脸惊喜地看着魏无羡回来的身影的那一个,不经意之间听到那一声,毫无心虚的感觉,随口就答。 只是魏无羡有些无奈地看着,此时有些呆呆的师尊,不知道该要如何是好。 阿线别生气,师尊吃药,你别生气。 蓝若涵听到他叹气的声音的那一刻,以为他是生气,所以就乖乖地吃着面前极为苦涩的药给,此时魏无羡原本紧握的手掌,此时摊开一看。 原来是一个甜甜的杏仁堂,蓝若涵的眼睛亮了亮,因为他从小到大就不想吃苦药。 但是长辈们口中都是良药苦口,自然而然地就有人忘记了他,最讨厌喝苦药。 这好像是他第一次第一次从别人的手中拿到糖。 阿线不走好不好?阿线陪陪师尊。 好,嘿嘿,如今的蓝若涵像极了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小孩子,需要一个大人的守护。 然而眼前的这个大人显然是比他还要小的小孩子。 他如今显然是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之分,甚至可以说得上是,他们之间的身份已经交换了。 如今的蓝若涵轻轻地拉着魏无羡的衣袖,自己的脑袋轻轻地放在了魏无羡的肩膀上,浅浅的呼吸声响起,那一瞬间魏无羡只是看了一眼。 一,将他轻轻地抱了起来,现如今的魏无羡抱起一个成年人还是有些吃力的。 咬了咬牙,尽力地把怀中的人抱起的那一瞬间,轻轻地放在床上的时候。 魏无羡致是在他的旁边守着,他身体开始发烫的时候,魏无羡不行不忙地开始处理。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会比魏无羡细心的话,那么一定会是蓝若涵的母亲。 阿线,回家,听到蓝若涵梦翼的声音的那一瞬间,我已无羡有一瞬间地呆了呆。 他甚至不敢相信,他的师尊梦中都是自己一直在担心着自己,会不会自己长久以来的消失给他造成了伤害,以后还是常常回来吧。 师尊,我,以后会常回来的。 此时的魏无羡的眼神满是坚定,好像再说一句永永远远不会背叛的誓言。 的确在未来,他没有背叛过一次,哪怕一个月以来都回来了好多次好多次,甚至是十多次。 哪怕一向觉得自己的小师叔不曾回来的小弟子们,也不由地对这个小师叔慢慢地眼熟了起来。 他说的这句话没有食言,也没有再让眼前的师尊生过病。 兰若涵转头看了看身后那个,还趴在床榻上的孩子昨日还真的是失礼了。 不过,这孩子并不是毫无人情,他很细心也很懂事。 突然,原本趴在床上面的蓝鹰魏无羡突然睁开了眼睛,似有似无的,看着床榻上有没有人。 可是看到没有人的那一瞬间,紧紧地皱起了眉头,甚至没有顾得上自己腿麻不麻。 只听扑通一声,魏无羡跪倒在了地上,他甚至还来不及反应,一双白嫩般的手便匆匆地递了过来,紧紧地握住了,他那双满是冰冷的手。 师尊,对不起,视为师的错,怎么样?有没有受伤? 魏无羡什么话都没有说,只是那双冰凉的手微微地俯上了他的额头,另一只手又摸了摸自己的体温,又摸了摸蓝若寒的额头,似乎要查看他的体温是否是正常的。 蓝若寒看到他动作的那一瞬间,有一瞬间的正冷,何不敢置信? 小阿线,师尊,快躺床上去。 蓝若寒有些无奈地看着,此时满脸着急的魏无羡,轻轻地拍了拍那明显还有些稚嫩的双手。 阿线,为师已经没事了。 师尊,你身体还没好,养好了再说,此时的魏无羡一脸严肃的眼神看着他,似乎在说一件格外郑重的事情,哪怕此时的蓝若寒一脸拒绝的样子,哪怕此时的蓝若寒一脸抗拒到不行, 甚至已经无视到了外面,砰砰砰地敲门声。 阿线,你去瞧瞧外面是什么人。 蓝若寒开口引着魏无羡出去的那一刻不惊松的一口气。 师叔,先生,你怎么在这? 师叔呢? 生病了。 此时蓝起人一脸凝重的样子,急匆匆地走进去的那一瞬间,便看见此时有些苍白无力的蓝若寒躺在床上。 师叔竟然生病了,那边好好躺着,有神妖事情就吩咐你弟子,药材蓝宫妻有的事。 哎,还不等他说完,蓝起人便匆匆地离开了,似乎有什么着急的事情。 他甚至没有看见此时魏无羡一灵灵中的样子看着他。 师尊厌我。 没有没有,蓝若寒很慌张,他甚至不知道该要如何解释,只能紧紧地抱住。 抱住眼前这个惶恐不安的孩子,他知道自己说的。 每一句话可能都在伤害这个无辜的孩子,但是他真的没有讨厌他,他是真的没有讨厌他。 师尊没有讨厌我们的阿县,师尊很庆幸有我们阿县。 阿县,其实师尊已经好了很多了,不用让师尊再躺着了,再躺着师尊可能都要长霉了。 知道他说的是实话的那一刻,魏无羡就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,点了点头。 好,师尊,下次,师尊向你保证,下次绝对好好照顾自己,也绝对不会再说出那样的话了好不好。 看到他一脸保证的样子,那一个魏无羡才算是真的松了一口气,点了点头。 就在这个时候,门外的地址敲了敲门,小师叔,药来了,师祖喝药。 嗯,看着那碗黑乎乎的,药的那一刻,蓝若寒只好一口闷地喝下,紧接着一股甜甜的滋味在口中蔓延开来, 看着魏无羡那毫无波澜的眼睛的那一刻。 蓝若寒知道,口中的糖果是眼前的,这个孩子给他的,他觉得上天给他这一个徒弟,是天大的幸运。 整整过了三天,三天后的蓝若寒才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,因为此时的魏无羡已经站在云深门口处。 师尊,师尊知道师尊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,不会让自己再一次生病了,你好好出去吧,小心为上。 他生怕下一句魏无羡的一句话,就是我留下来陪着师尊。 所有人都用一种担心的眼神看着他们两个,但是那种眼神是非常纯粹的。 好,终于看到他离开的身影的那一刻,蓝若寒才彻底松了一口气, 因为这些天被窝里不像紧紧地盯着,不让他碰生水,更不让他碰冷时,细心地甚至关心到他所有的一切, 时不时地会借一些温水过来,贴心地让他有一种错觉。 他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柔弱到不行的姑娘? 师叔,你怎么在叹气? 是不是舍不得阿线? 没有,也不知道这孩子在外面习不习惯。 师叔,难不成你忘了,这么多年,那孩子一向是独来独往惯了, 毕竟也不可能谁都会欺负他。 那些孩子,还有一年多呢? 对了,仪灵卫视传信过来说可以派些女弟子过去,刚开始他们还没有想起来, 他说并没有男女之分,如果要交的话,男女都会交,男生女生的区别。 仪灵卫视也会分别开的,仪灵卫视男女之房还是有地方住的。 仪灵卫视还是挺细心的,就安排一些女弟子过去吧。 每家每户,甚至是每门每派都已经收到了这么一封信,来自仪灵卫视, 只剩便便,提了一下各家弟子的情况。 看到信的那一刻,有些家长们都是松了一口气, 正只是有些欣慰,而有些人则有一些无奈和叹息声。